由鍾培生主辦的拳賽日前舉行 其中一大焦點 就是網紅流馬車對戰龍心 誰知好戲劇勝地 流馬車日前出席拳賽記者會之後 被執法人員以涉嫌非禮13歲女同拘捕 直至賽前鍾培生仍然跟警方了解當中 我事前不知 因為她理得很突然 原來她是在前日的時候 涉嫌做出一些非常誤導的行為 我們也找了發育團隊了解 有沒有機會跟警方溝通 可以讓她趕到這場賽事 之後再被培法兵警方繼續做調查 現在流馬車的法律程序是否你全力支持協助 我完全不會支持這個人 最終流馬車的確未能出賽 當鍾培生上台交代時 一度引起觀眾鼓操 至於流馬車的對手龍心 對於未能對戰都有點失望 她在台上的反應更令全場爆笑 我想這次是天道的安排 而拳賽的另一焦點 就是周永恆霍哥對戰 兩位在日前記者會過榜時 同樣出現紛爭 阿Roy當時突然讀出網民有關 跟阿禎的留言 再瘋狂追問霍哥 會不會幫阿禎報仇 最終霍哥回應說 當然會幫阿禎報仇 昨天大家看到我腳都飄迷了 因為我應該三十個小時沒有吃東西 昨天沒有喝水 昨天我飄迷了她說什麼 喝她說 今天飲飽吃粥 OK的 就來了 信心我剛才說了 我第一回合 如果覺得她不行的話 我送她走 不會說撐到第二回合 給觀眾看 她是不習慣這些 賽前打算一夜KO對手的霍哥 第一回合一開始就很進擊 阿Roy就出盡全力反擊戶友攻防 不過由第二回合開始 到第四回合 阿Roy就顯得相當疲倦 最終就由霍哥獲勝 霍哥賽後接受訪問時 就罕有提到已經離世的前經理人阿禎 其實我不是不敢說 我是我自己那些兩三百人的直播 說沒用 我是想在這裏 這麼多個人 這麼多的傳媒 記者朋友前面 說回這件事出來 我不想大家 他人都就了 但每次提起他 都有個仇字在這裏 但我希望 有一部份的人 以後提起劉晶兒 阿禎這個名字 除了報仇之外 會想起 他是有做善事 是一個 一個好人 阿Roy休息了一會後 都加入訪問 兩位還忽然有好 甚麼事都關掉了 你暈倒了 在筋室暈倒了 剛才還拿著 我沒有困難你 你問我 我一直都在讚你 我都不認識你 現在認識了 現在認識了 不打不傷 跟你打完 現在跟你說一聲 對不起 其實我真的不認識你 和阿禎之外 沒有問題 我多謝你提起他 我才說得到 聽到你這樣說 我覺得你很有責任 打完這場 哪有仇 其實我們一直都不是 都OK的 其實我覺得他很好笑 而且他的票很人 我都成為了他 幕前第一個仇監製 女兒子好一點 對自己好一點 對家人好一點 好